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有什么标靶治疗 有一些免疫疗法 这个钱呢 就是越来越多 那问题就是我们钱的话呢 假如说自己付钱又是一回事 那今天就是我们台湾有最好的健保 那我也告诉各位说我们用健保的方式 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世代的一个癌症的一个治疗 那我想就是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想我们所有的国民都知道说 我们的健保的保费的费率会调高 对不对 那调高的时候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本身的健保的经费是来自于我们的企业界 来自于我们的民众的保费 还有政务提供的 但是这个经费的话呢 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叫做收支联动 我们收了多少钱 可是我们每一年要花多少钱的话呢 那对于在国华会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所以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不能取得平衡的时候呢 那必然的话我们的钱就是不够用 那问题就是我们假如说只有考虑到财务的一个冲击的时候 那也许很容易的 我们对很多的新药 我们就认为说它会造成财务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就不让这些药物进来 那对我们的民众来讲的话呢 他期待有一个最好的医疗的时候 就变成没有这个机会 那所以就是当时的时候呢 陈部长就提到了一个几个概念 我想我们所有的国民都需要一个概念 因为毕竟这个钱是来自于我们身上 我们希望把这个钱用到最有效的一个利用的时候 那今天身为健保署署长的时候 我就有责任需要把钱用在刀口上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健保的一个背景是怎样的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的话呢 我想我们全体的民众的话都必须要注意到 我们随便把这个会用做资源做消耗的时候呢 那真正我们需要做治疗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变成说我们最近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概念 叫使用者护卫的不务担 也就是护担公平 那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真的说 他只要得了一个病 他需要花很多很多的经费的时候呢 但是各位可以了解 台湾的健保事实上是我们重视 我们的一个社会福利的概念 所以像一些重大伤病一些癌症的话呢 我们都是等于是免部护担 我们可以用很少的一个医疗的那个 费用的支出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 但是我相信很多民众都知道说 有时候在各个医院治疗的时候 还是有时候就是会被人智慧买药 那因此说健保必须要在这很多方面 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努力的一个考量 那各位也知道说 其实在整个医疗体系里面 除了我们的医院医师 然后我们的健保署 那另外就是我们民众 大家必须要互相合作 那各位可以在这张图表看到 就是说我们红线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健保 我们给民众做了医疗行为 我们所支出的点数的时候呢 跟我们的那个蓝线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我们每一年有多少的健保的总额 也就是经费去给病人的时候呢 结果问题就是中间落差是500亿 所以各位知道说很多时候 医院或是医疗体系的同仁 他们做得很难过 因为他们给民众提供了医疗行为 给民众的药 给民众做了检查 可是到最后我们的健保署的时候呢 为了维持这样的一个点值的时候 我们就所谓的断头 叫医院自己吸收下来这样的一个经位 事实上对很多医疗体系的人 都是不是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就在我们的整个一个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拜托所有的民众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图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的药会我们花了很多的钱 我们的检验检查 像做电脑断层 核子共振 或是抽血院 肝功能 肾功能 这些我们花了钱继续在成长 但是真正对医疗体系的人 像医师 护理人员 药师 我们给他们几乎的点数 也就是他们劳务互助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相对来讲 他们的占率就越来越少的时候 所以变成对很多医疗体系的人来讲 就常常就听到一个叫血汗医院 那今天当然健保署 必须把这个生态做一个调整 那各位你们知道 通常我们在门诊看的病的话呢 大部分都属于比较轻微的毛病 那我们为了推动分级医疗 我们吸完一些比较简单的毛病的时候呢 既然都要到社区医院 也是地区医院或诊所去就医 那自己比较真的需要救命的 急重难寒的话呢 我们到区医院或医学中心去治疗 所以这样的一个分级医疗是我们在整个医疗生态 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 那各位你们看到这张图表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医疗生态的时候呢 基本上在国外来讲 我们都换在门诊的这个比较轻微的疾病的时候 我们占的医疗支援应该大概是45%左右 可是在台湾的一个整个医疗体系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我们放在门诊的部分 我们就放到70% 所以各位你们知道 当你们得到一个癌症的治疗的时候呢 你们需要住院去做治疗 那这个时候或需要开刀 结果问题是说 医师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他可以得到的那个回馈是很少的 我想这是对我们台湾来讲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需要面对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对于民众的一个 任何一个医疗行为 我们健保可以给的 我们都给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医疗体系的人 大家都需要把 真的很务实的去申报 像这就是我们看到结因检查 有很多人他们说 跟健保申报的会用 但是问题它的资料 并没有上传到健保来 这都是我们要努力去做 而且各位民众的话 在健康存诊里面看到的资料 我没有做这个检查 可是有被申报的时候 都可以给我们健保署 做一个反应 那这个也是一样 在影像的部分 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个一年也是238亿 那么多的钱 这都是我们在管理 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就回过来讲说 今天那么多癌症的病人 他们要照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给他最好的照顾 我刚刚讲过 我们没办法选择 我们不得到癌症 刚刚梁院长也提到 很多部分都是跟我们基因 跟我们的医疗环境有关 那问题我们得到了 我们希望我们的民众 得到一个最好的照顾 我想没有一个人 他会愿意接受 他的生命一直到一个末期 都没有办法改变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就说 我们所有的医疗费用 在成长没错 那我们癌症的费用 也在成长 那我们病的人数也在成长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 很有效的一个治疗 那当然就是说 在健保来讲的话呢 一路走来的话 在我过去四年 十个月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一直尝试着 让我很多癌症的用药 假如这个药品对我们的病人 是有帮忙的 我一定让他尽量 能够进入我们的健保 当然我们都专家都很善意的 他们告诉我说 署长这个对财务会有冲击 可是我们知道说 假如过去有一些传统的药物 假如是没有对病人的存活力 没有办法那么好的改善的时候 那今天我们要做 就是要让我们一些新的药品进来 那我过去的经验是这样 因为我本身做器官移植 那当年我在刚入门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抗排斥药物 没有那么好 其实很多病人用了药品了以后呢 那常常都是会变得 造成一些感染 败血症的情况 所以就是说 我看到很多病人 都因为免疫的效果 抑制效果不是很好而走了 那当然现在目前 一直在进步的时候 很多新的药物 在全世界有的好的药物 在台湾都可以给病人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台湾 我们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存活力 改善很多 所以同样的癌症的概念也是一样 那各种癌症的话呢 假如说这个药品的谎单 有这个帮忙的时候 我们健保署的立场 就让它能够进来 那我想各位可以看到说 对每一个癌症的病人来讲 都是一样 像我们知道有一些谎单 他想对某一些癌症 都有帮忙 那也许我们健保署 过去我也想说 这个只有我们针对哪一个癌症 譬如说针对肺癌 针对乳癌 比较常见的癌症 我们才起伏的话 那我想对其他 比较少见的癌症 他知道说这个药品 对他也是有帮忙的时候 可是问题 我们健保不能起伏的时候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 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说 在台湾的癌症的病人 你们可以信任健保 新的政府 我们真的朝向那个目标 给我们的民众 最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那当然的 对每一个癌症的病人 治疗 花钱是必然要花钱 就像刚刚我们的 那个联合报的同仁在问我说 有一些喊病的病人的治疗 我们怎么去做 那事实上在台湾来讲 一样的 喊病的病人 他也不是说他生下来 他做了什么坏事 而是他的基因的问题 所以在台湾来讲 我们对喊病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手软 我们是给我们的民众 最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这是我们的前提 那至于这个癌症的用药的时候 各位也知道说 最近来讲 最夯的就是免疫意识剂 那就刚刚我们提到的 对一些基因的检测 假如说我们知道说 这个药物品 对这种基因病变的人 是有效的时候 那健保署就会提供 这样一个资料 那提供这样一个治疗 那我们整个大数据出来的时候 在台湾 我们就是说 跟国外不一样 国外也许 它是business 那台湾是因为 我们是一个健保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 很多我们的治疗的时机 会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检测 这样的一个治疗 结果怎么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分析 那自己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 当然很多人 智慧认为 我们健保的用药的话 因为我们不要用太久 太久的时候 我们财务冲击就太大 所以被人会说 我们用了两年 或用多少 可是我常常跟我同学讲说 我们不要这样去想 其实对每一个病人来讲的话 他假如知道 这个药品对他是有帮忙的时候 他当然是希望说 在他活着的时候 能够尽量用这个药品 那也许我们会说 你只要用了两年 就没有事情的时候 就可以不必考虑 可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去考虑 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各位也知道说 台湾的环境跟国外比较不一样 因为国外他们毕竟有欧商 日商 美商 他们常常都会希望 有很多的压力在台湾 那问题在台湾的时候 有时候药品的价格 就定得相当的高 那我们这时候 就是我们会跟厂商知道说 假如这个药品他用了以后 我们看到实际的结果 并没有比原奶的标靶治疗 或原奶药物效果更好的时候 那原来它价格 也许是人家三倍 我们说 好 谢谢你 就是说我们的药品价格 比别人更多 可是问题就是说 它的效果角 跟原来的药品是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跟厂商沟通 希望它药品的价格要降下来 那当然每一个厂商 当然会认为说 它的药品多好多好 可是在台湾就是我们有 甚至我们现实世界的data 所以我们跟厂商在沟通的时候 厂商也能够了解说 台湾的健保 事实上为了台湾的民众 照顾的时候 那我们的一些价格的时候 会多沟通 那我们是希望 我们只要把财务控制好的时候呢 更多民众就有得到更多的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就是刚刚我们一直提到 过去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时候在治疗病人 就说这个癌症 我们就乱蛋打鸟 就有什么药物都进去 但现在有一些基因检测 对哪一种癌症是有效的时候 那在健保署的立场就是说 我们就请了一些专家 之前的时候呢 台大前校长杨畔直校长 带了一些专家到我们健保署来开会 针对目前的一些 我们有可以用到的药品 那有哪一些基因检测 是有帮忙的 那我们就是会成立一个 就是说对跟国外的合作 我们对这些基因的话呢 我们变成一个必要的检测的方式 去考量 因为毕竟我假如说 我们能够把这一个基因的检测 能够同时去做的时候 对我们的民众来讲 会有帮忙很大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很多一步一步在做 那当然就说 在健保署的情况也是这样 因为在整个台湾 我们有那么多个医院 可是每一个人 对癌症的治疗的结果 都不太一样 有一些医院他做得很好 他的癌症的结果成绩很好 那像说乳癌 我们知道有哪些医院做得很好 他的病例数很多 我们就要把他们 邀请他们这些专家来 那针对我们现在健保 再给我们的民众的 那个癌症的治疗的适应症 假如我们是不够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修改 我们就去修改 我们总是期待说 对民众来讲 我们不是说 只有为了省钱而省钱 我们是希望给民众 最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该用的钱我们要用 该省的钱我们要省 这样的话真的就说 我们也不要期待说 别人的事情 跟我没有关系 这个台湾是一个岛屿 我们自己都是 自己属于台湾的人民 所以就是我们假如说 我们能够把我们大家 不必要让会控制下来 把真正需要给病人的治疗 因为每一个病人 是从哪边来都不一定 我们的旁边 我们自己 都有可能会是 这样的一个癌症的病人 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 希望让我们台湾的 一个健保资源 能够给民众 最好的健康照顾 像之前的时候 各位也说 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对膝肝的治疗 我们做得很好 很多病人他们有膝肝 我们国家都投入很多资源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做 因为现在膝肝的口无药 它是可以治好的 那未来的话呢 它就不会说再变成一个 慢性的膝肝的病人 变成他有肝癌 到时候我们又花更多的钱去治疗 所以在前段的时候呢 假如我们能够做最好的治疗 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 是最好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事实上 就是一些基因检测的推动 我们事实上 在健保署 都跟我们相关的一些专家 都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 我们是希望 我们的脚步会更快 把这些动作做好 那真的到最后说 我们用的每一个药品 都是对我们的民众来讲 是真的他得到这个癌症 是最有效的治疗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就是说 我自己本身来讲 我也是有我的生病 也生病过 所以我自己也知道说 其实当一个病人 本身来讲说 你要怎么去看待 你的那个生命的历程 你要怎么去勇敢去面对 这都是很重要的 我也有说 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呢 那真的是我是觉得说 以我自己在过去的一个经验里面 我觉得台湾的健保 真的是跟国外的健保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外的健保的话呢 他们有时候讲是讲 可是我们台湾的健保的话 事实上是我们照顾到 所有我们的不同的民众 那刚刚梁院长也提到说 我们在偏向离岛的话 也是一样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医疗的一个 一个健保的一个目标要做 那居家医疗也是一样 像我们也知道说 有人就强调说 像柯市长之前提到说 假如在台北市的话 虽然在很热闹的地方 但是你住在四层楼的时候 你发现说你要看病 也很不方便 那这个部分都是我们 在努力的一个情况 其实再怎么样做的时候呢 我想我也是希望说 我们台湾的民众 能够得到我们健保 最好的一个照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最近的时候呢 健保署的时候 在之前的时候呢 两年前我们完成一个 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云端 那去让我们的整个 那个医疗体系的人 大家都能够得到 很好的一个这样的医疗资讯 像各位你们 假如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呢 你们不需要说 还要再copy病例 从A医院到B医院去看病 你们只要到B医院去的时候呢 请医师开了网路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看到 你在另外一个医院所做的检查 所以说影像也是一样 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 一个能力的时候呢 所以就是说 这一次在COVID-19来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时间 就配合政府的政策的指示 让所有的我们的医疗院所 都知道说 哪几个那个我们的旅客 它是来自于我们的 国外的哪一个城市 它是不是 它来的时候的症状 尤其就只有上部系道感染 只有胃肠的症状的时候 但是有可能 它是可能得到COVID-19 那这样的话 让我们整个医疗体系 能够很紧密的结合 那很多医院 很多诊所 都配合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的药局的话呢 也配合这样的一个 那个我们建立的 这个云端系统的时候 能够很适当的 给我们的民众 买口罩 那我们当然的目的就是说 过去我们都是 一病双赢 那我个人一直认为说 这是病一双赢很重要 那我们当时就是说 整个过程 我们就有第一版的 一个资料 那最近的时候呢 我们同仁又一起努力 把我们很多 我们的健保的政策 都写成了一个 病一双赢的 这个健保改革日记的2.0 那即将在下个月的时候 我们会出书 那我想对很多 我们的国内的同仁的话 你们可以看看 知道台湾的健保 是在做什么事情 我想是我一直 始终以为认为说 其实健保真的是 我们台湾人的骄傲 大家一起要团结 一起合作 让我们的健保 能够永续经营 那最近我们推出来的 使用者护卫 部务单 部长也都是有在 接受联合报的专访 那我想这个都是明天 各位可能都可以 看看这个报纸 部长都有把这个理念 讲得很清楚 这个说实在里 也是我一生悬念 我去的角度说 真的是台湾健保能够 真的能够永续经营 真的让整个医疗环境 更好的时候 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愿 以上跟各位 国内的所有的观众 分享我们自己在健保 对这个整个一个 医疗政策的一个态度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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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